大家好我是Stan 捐款天使IU又捐款了 昨天IU为了迎接自己的生日 像韩国少儿RG及 稀有疾病儿童支援团体 韩国未婚统家族协会 不需老人组合支援中心 儿童扶植协会等机关 捐款了5亿韩币 所属公司在官方推特表示 二十代最后一次的生日 想要牵着与IU一起度过 灿烂二十代所有瞬间的娱娜的时候 分享温暖的心来纪念今天 像之前在某一次的演唱会上 承诺的一样 为了报答大家一直以来给予的爱 而不停地努力奔跑的IU的二十代 由Yuna来庆祝她的生日吧 真的 IU在出道后 每次都在特别的纪念日 或者是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都会以IU加上Yuna IU的名字 向各种弱势群体持续地捐款 不得不说 Yuna们真的可以感到骄傲了 哇 太厉害了 真的 好厉害 真的 再怎么有钱 也不容易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好帅 未婚母 独具老人 少儿R 白血病患者 西游疾病 残疾人 哇 这真的 IU是会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伸出元首的大好人 哇 真的太伟大了 我是别家粉丝 也想要真心地为他拍手 然后其实就在前一阵子 旁滩所有党成员期后 也是下航国绿散儿童基金 捐款了一亿韩币 来帮助东非坦加尼亚 遭受暴力威胁的儿童们 所以我们为他们两个人 一起来拍个手吧 对了 再强调一下 捐款不是义务 所以我们可以称赞赞扬捐款的艺人 但是绝对不可以 指责批评没有捐款的艺人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ot兴许中的第一个手掌动作 你会不会呢 就是把手掌朝上 可以 左手可以 但是右手不可以 我的右手发生什么事了吗 右手 右手 两边都不行 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右手不行 什么差异呢 超简单 都不行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有的人可以 有的人不行 而有的人只有一边可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爱朵练习舞蹈的时候 不可以去厕所的理由 Seventeen成员们正在练习舞蹈的时候 Mingyu突然想要上厕所 在Mingyu上厕所的时候 剩下的成员们正在练习ending部分的动作 淘气的孩子们 突然想要整一下Mingyu 让他在这里自己做不一样的动作 要不然让他自己跳起来 这个感觉不错 这些孩子们太调皮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Mingyu回来了 你们们 温暖起来 轻轻地 移动之后跳起来 右边左边右边坐下 下 由于 소미 成员 naszej人情 是不是 這是一個 超 charged的 我們要高ioso 你現在 到唸 K Alexis 算你 你好 Doing 啊 笑死我了 敏牛虽然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很认真做的样子也太可爱了 最后连逗她的时候也是都圈舞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